我们今天来惠州北站行程看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宁蓝月子别墅 金玉星河淡地 项目是由北京太后月子同一个设计师打造 园林采用的是宁蓝新中式风格 整体设计一环一月两阶两项八节点的设计 新中式的双月入库 下层式的人文庭月 自带室内的私家车库 以梅兰逐送的主题元素来显示出 懈怠产品的人生饰品价值 轻压淡薄切切君子作风 园林绿植采用的是古老树种 却不是约科移植 其中项目花巨织种植了324颗罗亚松 每户的家门口左右各一株 象征着长寿手材寓意极香 地面整体抬高了两层 采用了人车分流设计 屋顶也是采用古代官邸的元素 每个细节都写卸出了独特的特色 采用三门入户的设计 以大门月门宅门三层门营造归家的理续 月门设计高到厚重 配置有双开铜门金碧辉煌 沉着大气有利于风水 宅院门进来就是我们的茄花园 小桥流水荷叶街街 也可以说在这里品味上下5000年的茶文化 室内拥有挑战的客厅 最少都有100多屏的扩展空间 客厅显得大气敞亮 咖称联台中的内租栋别墅 一楼还配有长辈房 正所谓家有一老如一宝 所有的别墅户型都有预留地铁警卫 地下室联通是我们的一个厚花园 有100至180屏左右的私家月子 每户的面积有大小的区别 还设计了两到三个套房 以及一个挑高6米的会客厅 顶层设计的是一个主人套房 跟一个衣帽街书房 外加一个小孩房 联通出去还有一个景瓜大阳台 看整个别墅区的美景 所有的别墅全部是线盘发售 特别符合喜欢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元素的客户 产品的面积在260平至330平 总交在550万起